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来煮什么呢? 咖喱 咖喱 有什么在里面? 咖喱 咖喱 最主要是有南瓜 有豆缸 青豆缸 还有鱼 咖喱有很多不同的做法 有些也很复杂 这个不是正宗的 先给大家看 这个我们都是在街上买的 在普通的印尼谱 泰国谱 其实都很容易找到 加多加多酱就不同 它是多些花生味 有些像沙爹 不过这个就不是的 黄咖喱 多些是姜黄 多些其他的香料 辣椒 有些香料 其实这都是因你们自己的口味 如果喜欢吃辣一点的话 就加多些 或者甚至你自己再喜欢 加一些红色的辣椒 你都可以浅一点 按时机 如果不是那么喜欢吃辣的 就可以加少一点 那我暂时就是建议 大家加半茶匙 至一茶匙左右 选咖喱酱的时候 它有几款 有一些是直接加上形体 我的酱 你可以立刻说 我不是太有建议 因为通常那些不是那么好味 肥的 不是那么香 最好就是你买一些很浓缩的版本 它只是用香料 和姜黄去硬成一个酱 然后你才自己再製 它是你那个base 而且最好就是要看那个辣 其实这个不是我的辣椒 因为它也挺高辣的 不过就尽量 就是看你们买到哪一款 越低辣就越好 因为如果你自己不买 之后呢 煮日食再调校 就是你再加 无论是盐 或者传统来说 加鱼露 你再自己製造 好过它就够了 你本身下了很多盐 那材料方面呢 我们今天就有鱼 鱼呢 看看你自己想买些什么鱼 这个其实是很简单的鱼 它是一个普通的鱼鱼楼 当然你可以自己买些更漂亮的鱼 好吃一些 或者你喜欢吃的鱼都可以 那这些就是青豆角 然后这个就是红葱头 或者你们没有红葱头 或者你们没有红葱头 可以就这样用白洋葱代替 都可以的 其实 然后我就今天用了些南瓜 不过其实这些蔬菜可以自由配搭的 你们可以用秋葵 彩椒 磨白 都可以的 或者你们不用南瓜 用薯仔都可以的 今天我们用这个南瓜有点特别的 它是一个叫芋头南瓜 这个是我们的 有点芋头香味 是芋头香味 不用爆了 那些 我们今天用到这个南瓜 那南瓜 大家知不知道有什么的营养价值呢 除了它是非常高的纤维 是的 维他命A 有什么 胡萝卜素 是的 胡萝卜素 胡萝卜素对我们的眼睛好 其实对我们的皮肤 对我们的血液 身体 都有各种的好处 除了有胡萝卜素之外 它也有丰富的维他命E 和C 第一步 那个锅就小黄了 那你放一点红葱头 放一点红葱头 放一点红葱 那你基本上是想等它圆身 不过不是想等它焦 对 因为一焦了的话 那就是会产生苦味 那整个咖喱就变成会苦的了 接着第二步是什么 咖喱酱 对 咖喱酱 咖喱 咖喱 如果你们家里是有些 剩下的姜 或者剩下的蒜 其实都可以在这个步骤下 这样就会令到它的味道更加浓烈 接着你就可以加咖喱酱 咖喱酱 咖喱酱 就是看你想吃多辣 我就建议半茶匙至一茶匙 今天我们做的份量也不太多 所以也应当 对 那如果太热的话 可以降低火 也不想加酱 咖喱酱 接着呢 可以加一点水 不要加太多 因为太多的话 就变成没什么味道了 大概六几岁 那一大后星的清河呢 对 因为我们这里的锅 它比较阔 如果你在家里 你就不要用那么阔的锅 因为基本上你是想 拿点炸 对 它盖着你那些菜 就可以盖上盖子 让它慢慢煮熟 倒完之后 就开始要加你的调味料了 那呢 现在就可以加一些调味料了 加黄的 少许盐 少许盐 不要加那么多 因为本身那个 咖喱酱 咖喱酱 它会越来越浓 咖喱呢 你可以等它煮完之后 你自己一会儿再调一下味道 所以现在不需要加太多煮熟 它会越来越浓的嘛 你可以呢 有些人 就是不同人的选择 可以在这个阶段 落小青铃 或者你最后尾浓都可以的 接着呢 就放你的南瓜 为什么先放南瓜呢 因为它比较难熟 对 对 现在放完呢 你两个蔬菜之后呢 可以盖一下它 那些人 请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